我说我们佛教徒 我们劝人家布施 布施有功德 有种种功德 当然很多人比较相信这些好话 就会做种种的布施 做种种功德 但是我们不是想深心词 没有波尔波罗密的气氛在里面 我们是有所得 有执着的心做功德 这样的功德将来得什么果报 当然是在云间的富贵 或者升天向天福 向天福 福报终究有时间 到时候就结束了 就等于零了 但是要在云间享受富贵有问题 云间享受富贵 生在天上的人 天上的人比较和平 云与云之间纠纷少 天上的人 云间的人可不是 云间庸化富贵的人 因为前一生修过福嘛 第二生来到云间 是大富贵了 大富贵的时候 就是有权利的人 就是有权利的人 有权利的人 他福报很大 他的贪神事业是很大 我们在诗书上说 天子一怒留学千里 就是这样子 我要开枪 你无可奈何 这样说呢 你得到 你前生修了福 你今生得了富贵的时候 就会造恶 造恶这一生死掉了 就是要到三个大 就受苦了 那这样说呢 说说我做 你劝我做福 做种种的善事 做种善事是不错 是不错 但是结果因此而又造恶 第三生 第一生是做福 第二生相扶 同时造了恶 第三生就到三个大受苦了 这件事我们看 这就是虚光 这就是这里面有虚伪 当然呢 最初我们佛教徒劝阴为善 并没有来陷害他的意思 所以我们也没有说 他一定有过世 我们只是 我相信善有善报嘛 我就劝你修福 这也没有恶意 他也没有过世 但是我们这样的修福 就有问题 但是我再重说一件事 比如说我们 我们相信了佛法 我们到这个寺院里面 去皈依三宝 受持五戒 又不同 这就不一样 我们受五戒的时候 三皈的时候 皈依佛 皈依法 皈依身 我们对佛法有点信心 然后我们举行这个仪式 也可能 主持皈依的那个法师 也可能会讲一段佛法 也可能没讲 这是不知道 那么如果受了五戒的时候 受了五戒的时候 那个受戒的 这个额首尼也可能讲一段佛法 你也可能 也可能 归于三宝之前 也可能会在佛教的各式各样的法会中 听闻过佛法 参加各式各样的佛教的法会的活动 那么受了三规 受了五戒 这个情形又不一样 因为你受三规是三规 受五戒也有三规 它和佛法 有了关系 有了关系的时候 但是你要不是 你要不努力地学习般若的时候 你这个有所得的执照心还是在 你做的功德也是阴天的福报 阴天的福报 你再来人间的时候 也一样 也会做恶事 也会做恶事 因为你 你没有想惯恐无恶 你不能对付你的贪神痴 不能 不能对付我 那就危险 也有这个虚假的这个意思在里面 也可能要到三个道去 这样 但是还是不同 和那个完全没有皈依三宝 没有相信佛法的也不同 因为你 虽然到三个道去了 你可是皈依三宝过 你也听闻佛法过 又受识过五戒的话 你可能再来 眼见天上 能遇见观世音菩萨 能遇见弥勒菩萨 能够遇见佛法 佛法圣 就能得泄脱 这和非佛教徒 还是不一样的 但是要是我们 我们相信了佛法以后 这件事 初将也在这一样 英国是平等的 英国是平等的 人家阿弥陀佛成功了 到阿弥陀佛国 也可以 如果没成功 你还是有问题 还是有问题的 的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